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H5实现俄罗斯方块这样一个游戏 那这几课呢是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7讲 那这几课的主要内容呢是我们的这个设置面板的一个实现 那这个设置面板的话我们分为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是 首先是这个弹出面板的一个实现 就是说当我们点击设置这样一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弹出的一个层 那在这个里面呢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第2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声音的一个开关 那这个是设置设置面板里面的一个设置项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几课的 两个知识点 我们接下来还是用实际的代码来演示如何实现这两个功能 好我们还是先切到我们这个代码 当然 规矩我们还是先把整个的一个页面给打开 好 这个呢是上这颗已经实现的一个功能 我们就 放那 接着的话我们要来实现这个弹出面板 弹出面板要既然要实现那肯定 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 放置我们这个弹出面板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来放置 取一个class 叫 model dialog 好 然后在里面呢我们就来放置我们的 model body 这个里面就应该做我们真正的一个事情了 比如说我们给他一个label 然后呢 for 这个label写错了 label 取个名字叫什么呢 启用 声音 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 input quan 当然 既然是启用声音 那我们肯定是这个checkbox 当然 再给他一个id 待会我们好用它来进行一个操作 那这个时候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就可以用 for 一个id 既然我们有这个弹出层 那弹出了之后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肯定还会想着去关闭它 到这个地方关闭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再放置一个button 来进行一个操作 当然 也需要一个 id 带那个close close 这样close 这样 这样子 好 有了这样一个弹出框之后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效果 看一下 在这边就有一个内容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需要让它 用一些样式来让它 不显示 或者说到时候口 我们可以人为的去控制它显示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来 设置一些 class 那这个时候怎么设置呢 首先 我们要找到这样一个元素 所以呢 是modal dialogue 当然默认求向 我们需要让它隐藏起来 当然 暂时我们不需要这个功能 首先 我们要实现一个遮罩 那这个遮罩 应该怎么来实现呢 遮罩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after 这样一个尾元素 来进行一个设置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可以给它设置这个position 让它fixed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接着来设置它的这个 上下坐标了 上 右 下 左 左 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我们还需要给它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这个地方我们设一个允许透明的一个颜色 Rgb 1.3 1.3 3吧 这个可以随意调整的 好 有了大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遮罩那么就已经有了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启用声音这些为什么点不动呢 这个按钮应该也是点不到的 那这个点不动的话是因为我们这个遮罩把它给盖住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想让它能够使用应该怎么来做呢 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这个 内容的这个body 好 这个地方肯定 首先是 也是fixed 给它一个高度 为了它的这个宽度和我们这个下面对齐的话 我们还是设置为390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位置了 Torpe 50%通过 MarginTorpe 为 二分之一高度 这种 复制的一个方式让它 居中 那这个 左右也是一样的 Nept 50% 然后MarginNept 就设置为 二分之一宽度 复数 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它设置什么呢 设置一个背景颜色 我们用 因为我们是白色的周札 那我们用黑色的一个颜色 现在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已经明显 到上面来了 接着 接着我们再让它 到这个 Vindex 变得比较高 比如说给它设置一个100 那这样子的话让它 飘到上面来 看一下 是不是就 有效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加一个 Text Align 让它在中间 再看一下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弹窗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实现这些 按钮的一个事件了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的这个 App.js 里面来注册一些事件 比如之前的这样一个 Setting 这样一个按钮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要 把我们刚刚 实现的那个 Model Dialog 然后设置它这个CSS里面的 Display 这样一个属性 让它做什么呢 让它block 让它显示出来 那既然这边是显示 那我们要把这个默认 这个地方给它解除掉 所以现在的一个效果的话就是 默认是没有的 当我们点了设置之后 那么这个启用声音 它就弹出来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弹出的一个 注册这个JS 好除了弹出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关闭按钮 看一下这个关闭按钮的这里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关闭 先给它实现 因为我们这个关闭按钮的话 其实上它是和我们的 这个 打开 是 比较对对应的 所以说我们给它 挨着写 当然这个其实上这个事件对象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给它参数 因为它 实际上我们是用不上的 那这个地方同样的就直接是 设置为浪 就可以了 那这个样子的话 关闭是不是也就有效了 OK没问题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管监控这个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声音的这个checkbox的一个控制 那我们就是找到它然后监控它的这个change 然后呢 给一个function 给一个function 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到底 是否是否是什么呢 enable 可以怎么来算呢 可以通过 找到这个元素 然后呢 获取它的这个 本身的一个 node 然后通过它的这个check 这样一个属性 来访问它是否是enable 那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应该给什么负值呢 我们需要给这个 casus config 里面给一个config对象 enable sand 设置为 这样一个值 那这边我们这个很明显这个config是无法访问到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需要填充一个config 好 现在我们来刷刷试试 这个地方通过f12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config 好是空的 那如果勾选上了之后 再来看它就变成这样一个to 那么如果不勾 看一下 又变成了force 那说明我们这个 这个已经监控到位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 进入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点这个设置 它也应该 来做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在这边还要注册一个什么事件呢 就是说 当我们的这个 gamesetting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id的一个元素 也被点击的时候 它需要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它需要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 弹出我们这样一个 对话框 那就是这个 这张代码 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一个效果 注意看 当我们点了这个设置之后 它这边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暂停的这样一个操作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也需要来做什么呢 找到我们这个gameinstance 然后呢 parse 为什么我们不用做任何判断呢 因为 持有当我们这个gameinstance instance 已经有值的时候 它才能够点的到这个按钮 否则的话是无法点击的 所以这个判断是 不需要 也是可以的 另外 既然我们这边暂停的 那我们当这个 弹出对话框关闭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肯定就要来判断一下它是否存在不 如果存在 那么还要调用一下 调用一下它的什么呢 Exam这样一个方法 好试试 点开始 然后点设置 那整个游戏就暂停了 然后再点 关闭 那这个游戏又开始继续 好 这个是这边的 接着的话 接着的话我们就应该来 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再来看一下我们 在游戏里面如何来控制它 这样一个声音的一个播放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声音的播放 其实是在这里 这里我们之前注销了 这里 那如果当我们要想控制声音播放的时候 就我们肯定需要来 怎么做呢 要判断 我们这个 这就是咖啡个它里面的咖啡个是不是 你雷波 是不是以雷波这个 上的 如果是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去做这样一个播放 那这代码的话 那这代码的话 其实我们在下边 也需要同样的实现一次 因为有两次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提取到外边来 叫 play sound 那这个里面的话 就专门的做这个事情 那很明显 这边我们就只需要 调一下 play sound 就可以了 那同理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来 点击开始 没有声音 那当我们点在设置里面 把声音启用的时候 再点开始 就已经有声音了 当我们再次点击设置 关闭声音 点关闭 声音又没有了 原因在哪呢 原因在 我们在关闭之后 我们调了一次resume 然后这个里面 就有这个关闭声音的 这样一个操作 就说它起不动 这样一个声音 所以这样子的话 刚好就能把我们这个声音 给屏蔽掉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关于 声音的一个控制 和这个弹出面板的 这样一个 实现 好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关于 弹出的 弹出 关于这个设置面板的一个 具体实现 那我们就 下节课 再见 下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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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